博覦柯博 高羊其實在1970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美國的醫生 特朗普麥克斯 他運用的高羊在下骨壞死 還有骨壞死的病人上面 效果非常好 所以說這個其實是已經存在於幾十年了 它的機制是這樣子的 嘎氧這樣下來之後 它可以把血管給收縮 收縮了血管收縮 它就可以把滲出來的體液 給抓回血管裡面去 加上我們傷口的部分 水腫還有體液就會減少 這個傷口部分就不會有那麼多水分 這樣的話就可以確保腫脹 讓病人舒服一點點 而且也確保白血球的功能 能夠完整 再加上可以讓它的新生血管 還有加上膠原纖維 加上蛋白好膨脹 那這都是傷口一何所必須的 嘎氧的話它主要的 它生理的效應 主要就是說除了增加 那個組織的那個 含量到2000毫米的主標之外 它也可以幫助血管的新生 還有我們的那個膠原纖維 膠原纖維的無細胞的生長 那所以說這些全都是跟傷口的這個 這個育對的關係 那另外還有如果在急性期 腫脹很厲害的話 那前面的三天啊 持續的這個做高癌 也會對腫脹來會幫助 有些醫生會講說 啊你看我的病人也沒有做高癌啊 也可以啊 反正沒有錯 如果你是年輕的 那傷口非常小 其實擦擦藥毛子 擦擦擦局部的抗症素 或者是吃吃抗 吃吃那個抗症素 欸就沒事了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 是不是每一個人 傷口都那麼小 每一個人都年輕立狀的 不見得 所以說傷口的癒合 有些糖尿病的 抽菸的 我們都知道傷口的癒合 再加上 如果說是粉碎骨折 或是有頑固的骨骨水煙 那你就發現 高癌對於這個殺菌 這個殺菌還有那個 它的傷口癒合效果是非常好 是不是所有的病人 所有的種植牙的病人 都要做高癌 不一定 但是我們真的希望做 每一個病人成功 因為要接近百分之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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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